好 继续带你来看到一行七人登山客21号的下午在瓦拉米步道大约3.1公里处 一位步道发生了摊坊受困向花莲消防局求救 那么消防局是出动了两梯次人员前往救援 那么在21号的下午5点多左右已经跟七名的登山客接触 并且也协助的安全下山 一行登山客总共七个人在瓦拉米步道大约3.1k处 发现步道有摊坊情形 无法下山而受困原地赶紧向消防局求救 而消防局派出两梯次救援人员协助受困山有安全的下山 有一行登山客共七人瓦拉米步道约3.1k处 发现步道路径上的简易铁销有摊坊情形 无法下山而受困原地向本局求救 第一梯次由南岸小队及南岸管理站共四名先前人员 及第二梯次花莲县消防局共五名搜救人员冒雨激行 消防局派遣第一梯次南岸小队以及南岸管理站总共四名先前人员 以及第二梯次花莲县消防局共五名搜救人员 大约五点的时候到达现场后接触受困者 并确认受困状况后协助民众脱困人员都平安 一路上泥泥增加不喜欢难度 于下午五点左右到达现场并接触受困者 确认受困状况后协助民众脱困 最后人员均平安下山 消防局呼吁高山环境以及天气变化多端 民众登山前应该做好环境评估 天气预报以及路径状况 每个环节都不可以遗漏 结伴同行并警守团进团出原则 以确保登山安全 记者高创商佐西乡采访报道